对于美对夫妻来说,健康幸福的方式,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,如果长期拥有和谐的方式,是可以有效的延年益寿的,爱爱能延长寿命吗? 一、在美国有一项研究发现,依次非常满足的方式,相当于给人体注射了一剂安定,非常有助于缓解压力和放松身心,同时会使得体内的抗炎细胞分加二成之多。 经常获得性高潮的男性长寿几率几乎是常人的两倍,女性的寿命平均会延长八年,如果女性每周可以获得两次性高潮的话,她患上心脏帅的几率会降低三成。 二、你和你的伴侣如果可以坚持每天拥抱的话,可以增加寿命七年,拥抱伴侣不仅对于房式有着帮助作用,还可以释放出来,很多的亲密激素催产素,催产素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长寿的几率。 三、每周拥有一次房式的话,中风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,经常进行房式可以增加大脑内飞胎的水平,对于缓解压力有着显著的效果,房式的好处还有哪些呢? 一、可以保护头脑处于年轻态,用进被退,这个到底我们都懂得,如果你长时间不进行房式,那么你的生殖器官也会随之衰弱,适当的房式,可以有助于防治大脑老化,也可以帮助身体进行新陈代谢,对于提升记忆力的效果非常好。 二、减少皮肤病的发生皮肤的血液循环不良的话,可能会导致粉刺暗疮等疾病,而在房式中,是会让你全身的血液都循环起来,新陈代谢率会很均衡,可以使得你的皮肤越来越好。 三、减轻或是缓解疼痛症爱爱,竟然同阿斯匹林有一样的功效,听起来似乎有点神乎其神。 不过,大量研究证实了夫妻生活,能刺激大脑中枢神经系统,分泌出一种叫暗多分的化学物质,对减弱疼痛相当有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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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